我的故事和大部分赌博的人结局是差不多 我来自农村,爸妈不识字 但是一辈子勤勤恳恳 对我疼爱,那是我爸妈兄弟姐妹多 他们没钱上学 他们自己没上过学 知道没文化的难处 所以最大能力的挣钱供我上学 我虽然考了一般的大学 但也平平淡淡的大学毕业走入社会 在我爸妈的庇护下 进入社会之前 基本没遇到太大的苦难和挫折 虽然没有其他富人家光鲜 但也一切顺利 毕业二年后 爸妈东平西凑借钱十万 在离我我上学不远的地方 首付了一套房子 那时2010年房价正好不高 一切都真的很顺利 次年上班认识了我现在的媳妇 当时房子没装修 我们俩在一起 我媳妇怀孕了 就在老家凤子成婚了 一年后 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家里都很高兴 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幸运 刚毕业三年 房子 老婆孩子都有了 一切都太顺利了 2011年到2013年 就是平稳上班工作 没有发生了什么事 到2014年 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快餐店 赶上美团外卖和饿了吗 百度外卖的第一批商户 他们有疯狂的补贴 从2014年到2016年 三年挣了一些钱 加上我爸妈帮忙 我把房子房贷还完了 忘了说 中间我媳妇又生个儿子 当时在外人看来 我儿女双全 有房 在同龄朋友中 都算是好的了 这年我正好30岁 一切向着好的方向走 但是转折来自2016年下半年 我和合伙开店的朋友 觉得一家店挣得少了 就想再找人开家分店 并且很快也找到了人 因为有经验有技术 很快也开起来 并且也是赚钱的 但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是对 都说合伙的买卖中会散的 这中间就不多说 最后大家因为一件事吵了起来 加上平常的矛盾 最后分开了 加上过了外卖平台的红利期 店面利润下降很快 最后 我把店面给了他们 我要了一部分钱 当时干店挣钱 但是每天都是起早贪黑 挣的都是辛苦钱 想着不干店了 多多转转找了工作 可是工资都在几千左右 和开店时候比少了一半 最后把手里的钱 打算再开一家 还是那样 有经验和技术 很快就开起来了 由于我老婆需要照顾两个孩子 爸妈不识字 都是外卖单 他们没法干 我还是需要找人合伙 这次我找了亲戚来的 也就是这个亲戚的到来 为我铺下了赌博的路 由于我有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运营 店面很快 生意就很好 忙不过来 没办法 我亲戚就找了一个小孩 来店里打工 也就是这个小孩 我掉进赌博的大坑 不怪这个小孩 原因就是 这个小孩 他说他有一个网站 里面都是小视频 其实就是黄站 我毫不避讳 男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他把链接给我 我就点进去了 里面确实很多视频 悲剧来自于黄赌博 是一起的 我有一天 点击里面赌博网站的链接 并且下载了 刚开始和众多老哥一样 先冲了100 赢了300 绑定银行卡和支付宝 竟然提前到账了 只玩了10分钟 后来每天玩 输赢不大 但是有一天店里停店 刚开始赢了1000 觉得自己找到了挣钱的途径 就一天一直打 现在才明白 贪心和套路 是网站挣钱的杀手锏 后来可想而知 一直输 后来不能充值了 才知道 丛英一千输了三万了 我中间省略了很多 赌博的人不用我多说 应该能明白 我输光了三个月的收益 当时害怕了 不玩了 但是游戏没有卸载 自己心里懊悔死了 晚上很晚才回家 我老婆问我干嘛去 我就说店里打扫卫生 如果就此不玩 人生还是阳光明媚 老哥 老姐 说到这里 是不是很熟悉 过了几个月 我想着每天赢一点 想把输得赢回来就好了 其实现在看来 你只要输一次大的 回头就太难了 除非不玩 只要完就得死 第二次复赌就开始贷款了 这次输输赢赢 最后算了下 竟然从三万输到十五万 彻底疯了 如果就此打住 两年也就翻身了 老哥 老姐虽然故事经历不同 但是不是还是很熟悉的路程 开始办信用卡 由于赌博流水很多 同时有店面房子 网上申请信用卡 几乎秒下 还都是大额 中间不多说 十张信用卡 总额二十多万 最后全部刷爆 如果就此打住 也还可以挽回 可是赌徒太隐蔽 除了自己偷着赌 没人知道 我把威力带和支付宝网贷 也都借出来 十五万 结局一样 越玩越大 以前半年 这次十五万 输输赢赢 只用了二十天 全部输 当时想到了死 如果就此打住 还有挽回余地 我又与赌博整个人瘦了 状态也很差 我老婆中间问了好几次 但是都让我撒谎骗过去了 有一天 真的撑不下去了 给老婆坦白 家里人都无比的震惊和痛苦 震惊的是 他们眼中的好孩子和骄傲 竟然赌博 并且输了这么多 我当时已经透露出亲生念头 家里很生气和伤心 说了我一顿 但也没有太多责怪 想想 真的不如死了 看着爸妈 哭着到老家给我亲戚借钱 还是因为赌博 可是赌博的人 已经病态了 我发誓真的不赌了 如果发誓有用 也不会到今天 爸妈在老家 借了大约十七万 我还了比较急的钱 大约三个月 真的没有赌 可是爸妈给的钱 当时感觉杯水车薪 由于输得太多 每天表面积极 内心却无比的哭闹和焦虑 每天上班晚上跑外卖 深夜街头痛哭 感觉这样得挣到什么时候 本金和利息十年都还不起 赌博的人 已经没有良知 也没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和动力 不用说 你们也猜到了 我又付赌了 把还进去钱 又带出来 这次打得小心翼翼 赢回来三万 终于明白了 千日砍柴一日烧的意思 不多说 老哥老姐自然明白 很快又输完 这次真的没钱了 再次坦白 家里这次真的绝望了 我老婆哭了一夜 说你怎么才能不赌 我妈妈天天哭 孩子每天看着我和她妈妈的样子 就问我们家怎么了 我媳妇已经放弃了 她说 就只剩这个房子 卖了 都不够我还债 已经不管我了 我的故事还没结束 我自己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我暂时救不了 我的家人 也就不了我自己了 我真的希望 正在赌 或者还有挽救的人 别走我的路 独海乌鸦 回头是岸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 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